赵丽颖付出只配颜女儿,得知女仪是她后,网友理所当然。 赵丽颖付出只配颜女儿,得知女仪是她后,网友理所当然赵丽颖付出也有几天时间了。 但《萤火虫》们还是非常期待赵丽颖新作品。 当年赵丽颖凭借陆真传奇走红了之后,就一直担任女一号的角色,客串那些就比较少了。 虽然赵丽颖不少科班生出道的艺人,但赵丽颖最后却凭借实力获得了精英女神奖。 只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,赵丽颖已经结婚生子了,但赵丽颖却因为身体问题一直迟迟不复出。 而赵丽颖身为85年的花代,算是非常优秀的演员了,能跟她搭戏的男演员绝对能爆红一次。 就像上次赵丽颖跟新生代演员金汉合作的《你和我的清晨时光》一样,金汉立马串红成一线男星。 甚至还拿了最佳男演员奖,之后的资源更不要说多富有了。